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MED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讲到了Q矩阵的更新过程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一个Q函数去更新这个Q矩阵 那么由于我们是一个延迟更新的这么样一个策略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只做完了这一步以及这一步 那么下一步还有一个令当前状态S等于S一撇 以及从这个当前状态S选择要执行的这么一个行为A 这一课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用叫Scream来编写 那么把这个S一撇那么复给当前这个状态S 我们需要另外写一个函数 因为这个不能用简单的这个等于关系来表示 因为很多语言其实都有这么一个前拷贝和深拷贝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大家其实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如果说你直接令他们相等的话 在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上会出一些问题 所以呢我们在最后面我们定一个一个复制的函数 克隆函数 为了保证这个代码比较稳定 这个就是考复制这么一个对象 其实也就是把这个Q去证 或者说把那个状态我们复制一下 如果这个OBJ为空的话 或者 它不是一个对象的话 OBJ 不等于 那如果它是一个空或者说它是也不是一个我们直接把它翻回 那么如果说它是一个对象的话 如果它是一个对象的话 那我们就执行一个constructor 构造一个新的一个对象 那么同时把原对象中的每一个属性 都付给这个新构造的对象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过程呢 不是非常了解的话 我建议你 这个同学们可以去看一下加Squibb的一些基本知识 这些这基本之种has own property 这些这些用法都会有所设计 其实你了解一些这些细节的话 会避免你踩一些非常深的坑 那么因为这种非常深的坑 你不容易被发现 往往出了错误之后 不知道如何解决 那会让费你大量的时间 那么由于这里 我对这个JSquibb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它有一些这个坑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 那么这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copy返回回去 那么我们写完这个函数之后呢 我们在前面 这个把把下一这个状态 sep复给s 那么这么一个过程 就可以用这个clone这个函数来做 this.m 那么ppt中的这一步就做完了 那么下步就是其实是我们正常更新中的第一步 那么选择一个要执行的这个行为a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同样是因为这个延迟更新的问题 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tick函数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知道要执行什么行为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由于默认选择的这个do nothing 这里但是为了写起来更具有一定的这个严谨性的话 这里我们定义一个explore这么一个变量 同样在后面会进行一次判断 0.00 那么在我们做完这步之后 我们先判断一下if 这个与前面那个if威力的有点类似 同样我们判断一下 if math.random 如果它小于我们这个定义的的xplore 那我们就把这个 this.action to perform 这个omega我们直接从这布置吧 不太好打 omega.utube.rand 如果说等于判断它是否为0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就执行click 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随机选择一个一个策略 那么如果说不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过程的话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q准认中最大的那一个数 来进行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vr state 同样我们需要找出当前这个state的这个所处的一个坐标 那么这个还是和前面这个有点类似 max max.min max.flow表示下下曲震 同样这个是为了防止我们超出这个超出这个我们所定义的这个聚增的最大范围 防止这个出现数主越界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那么下面这个是max.law state.vertical Vertical distance 我们在在这个垂直这个距离上 防止它出现越界 同样除以this.resolution 那么这一步之后啊 还要和0做个区块最大值 那么这个是垂直距离上的 同样我们还有一个水平距离上的 horizon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吧 做下修改 改成h horizon 那么这里 变成了h or horizon 把这里每一个vertical都改成horizon 那么这一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同样跟刚才那个更新的有点类似啊 我们把这个 vinr click 和do nothing 分别取出来 从这个qg帧中取出来 state mit bin h click 那么下面啊 这个取的是click 那么下面同样取的是那个 do nothing do nothing-v 这里 引号里面也是do nothing 那么最后我们选择一个一个执行的动作 action to perform 等于 click 这是一个三元表达式 我跟前面这个等于等于这个问号 类似 如果这个条件为真的话 那么选择第一个 如果不为真的话 选择第二个 那么同样当click v 代表于这个do nothing v的时候 我们 如果比它大的话 那当然执行click 那反之呢 说明do nothing这个值会更大 所以我们啊 就可以选择do nothing 那这一步啊 这两步都做完之后 这个时候 我们只是判断了这个要判断 要执行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还没有执行它 这个时候来做一次判断 this.action to perform 等于等于 如果说它为click的话 那我们就 模仿这个鸟的这个动作 这个在bird.js中 啊有定义 borrowed then borrowed then pful jump 那么这个小鸟啊 就 弹跳了一次 那么到此的话 到此为止的话 整个这个 q学习这个代码呢 基本就 编写到这里了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下这个 简单看下这个效果 我们来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 小鸟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一般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刚开始进行训练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q剧症 啊中大部分的值都为0 所以小鸟现在不知道 在什么位置 该执行什么样的操作 好几关段时间训练 他其实大概知道 直接掉的地上是不对的 所以他知道这样 不能跳 但是他还是不知道 如何正确的通过 一个水管 那么我们以这个速度 来训练的话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调整速度等参数 来加速这个过程 但是这样做仍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q剧症才能达到收敛 如果我们要给别人展示的话 就非常不方便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一打开这个网页 别人就可以看到这个小鸟 训练完成之后的状态呢 这个就需要我们去修改这个 main screen.js里面这个 初始化q剧症的这块部分了 之前编写的这个代码中 初始化q剧症的方式 是把q剧症 每一个元素都设定为 click do nothing都为0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把q剧症 初始化为一个 已经训练好的一个q剧症 那么我们在运行的一天之后呢 我把那个q剧症保存下来了 就是这个trainq.json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打开看一下 把这个显示方式调整一下 我可以看到一开始这些都是0 我们往后翻一下 后面的值就比较有意义了 那么我们的程序 根据这个click和do nothing这个值 哪一个更大来进行决策 那么这个判断它的这个大小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合理的决策 现在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把trainq.json中存放的这个q剧症 复制到mainscreen.js的这个dys.q中 我们现在来编写一下 我们先把之前的这个代码给它注释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vrtrainq这么一个变量 那么下面我们会使用这个jqray中的这个ajax 这么一个方法来做 jqray是一个javascript中常用的一个库 那么我们先设定一个参数 jqray.ajax setting.async等于false 那么设定这个参数呢 是让程序等待我们这个请求完成之后 再执行 如果我们不设定这个参数的话 那么程序执行到这里 它不会等待这个trainq.json加载完毕之后 它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那么这个时候q剧症仍然没有被正确的复制 那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这个参数必须要设定 等待这个q剧症完全加载完毕之后 再来进行这个后面的过程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读取这个trainq.json这个文件 这个query.json我们把这个路径传进去 在那个date目录下有一个trainq.json文件 我们后面 那么后面 function date 这个括号是在外面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把trainq.json文件 那么最后我们把this.q的值为这个trainq 好 那么这些过程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网页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时候啊 小鸟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通过每一个水管的技巧 那么到这里啊我们代码实战部分就完成了 其实呢啊这个是不是感觉非常简单 啊之前也和大家说过了 这个项目最难的这个部分在理论部分 q学习的算法流程 q函数更新的过程 以及中间一些参数的理解 alpha gamma等等 还有这个数学建模 Flappy Bird数学建模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把Flappy Bird的问题简化 啊用一个我们这个q学习来进行解决 那么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核心的部分 最后的这个编程部分 只要大家了解JavaScript 代码量其实不算多 也不过是一个数能生巧的过程而已 那么最后呢讲到这里 我们永不追逐的小鸟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 课程就正式结束了 那么在这个项目中 我带领大家从理论到实践 完整的了解和学习了 我们是如何把一个人工智能 应用到一个简单的游戏中 那么如果有些问题你没有搞明白 可以自己回顾前面的理论部分的课程 那么有其他问题呢 也欢迎与我交流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